这个当这个老约翰听到如此奇妙的救恩的信息 信息这么大好的信息的时候 这么让他激动的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是没有办法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普通跪在神恩典面前 但是他是败错地方了 他是普通一下跪在天使面前 我们不能说老约翰老糊涂 但他实际上是高兴坏了 所以他普通就跪错地了 他还普通一下搞错没关系 那天使也吓一跳 这就死不得 你千万不可 你别搞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有个天使突然 圣天使从我们中间突然显现的话 我们也是会说 哇 我们也会很惊讶 天使对老约翰说 你别搞错 你跟我 我跟你不过跟你一样 你和我是同做神的仆人 但记住天使也是神的仆人 这就是全部的真相 那我们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说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 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这一句话说 我们从十二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 十二到十六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剑了写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西马衣又白又结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用力用铁杖侠管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列路的九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知道老约翰听到 这个天国有大的欢呼声 就是当神摧毁邪恶的时候 然后呢他看见一个意象 就是他们如何的这么 这个的就是欢呼 他看见天国开了 然后有一个威严的 一个骑在白马上的出来 这个骑在白马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名字是什么 称为诚信真实 在启示录一章五节也是这么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八节 和三十五章也都有讲到这样 他的眼睛是什么呢 像火焰 他什么都可以查探 而且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 他穿着贱了血的衣服 他这个现在天国再次的把聚焦点 聚焦在主耶稣身上 因为他曾经在割他的 他的十字架上面倾倒他生命的保血 他的衣服也见了他自己 在十字架上所留的血 因为他十字架上的成就的这么一个大功 所以他现在就来征战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讲 他的名字就是上帝的道 现在在起书里面又重生 说他的名字是神之道 他从他的利剑从他的口里出来 在起书在创世纪里面讲到 耶稣说就造了天地万物 现在同一个嘴里面出来的是一把利剑 这个词曾经开口说有就造了 从无到有的世界的这个口里面 出来同一句话将要摧毁所有的罪恶 因为这个罪恶败坏了主耶稣基督所造的世界 跟随主耶稣的是天上的众军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穿着 但是我反复的阅读似乎又比较像是 是指天上的圣天使 因为讲到这是天上的众军 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 他说难道我不可以叫我父差遣十二英的天使来救我吗 很有意思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有讲到 当天使将领来拯救地上圣徒或者先知的时候 很有意思 敌人通常看见的都是什么 都是穿着白衣服的 骑着白马的这批天上的军队 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第十四节说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跟随他 在第十七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复神的大宴 可以吃军王和将军的肉 壮士鱼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一切自主的大小食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跟主耶稣征战的仇敌的军队将会被完全杀灭 第四章